当中住在这首歌曲之后 迎来的就是我们本地歌手陈伟茜 诶 她到底是谁呢 你对她熟悉吗 不熟悉是吗 那待会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新朋友好不好 是的 今天继续的锁定Love972 最爱翻了哦 我是Jeff 我是Wendy 小英 今天我们有课来哦 是 她就是本地歌手陈伟茜 哈喽 小英姐好 哈喽 Jeff 好 嘿 听众观众 傍晚好 是啊 你是伟廉的谁呢 我也很想耶 是吗 对 我有我妈妈跟她说不是 可是长得有一点像耶 会吗 是啊 我这么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 她是女生耶 你讲她长得像陈伟廉 她不是很 兄妹不可以像吗 你这句话是真的 陈伟茜 陈伟廉 对啊 也是本地歌手 这样子大家对她印象就更深刻了 是的 OK 那伟茜现在推出的这张新的专辑 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 对 抓到乐还乐 其实她有两个 两个读音 然后其实有两个意思啦 然后在做音乐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觉得 怎么办都弄不到自己要的东西 可是当我把这张 音辟马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抓到的不只是音乐 还是一种快乐 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要一直坚持 才能找到自己的快乐跟音乐 这就是这一次 一批的这个名称啊 抓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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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越抓越快乐 今天发行的这张专辑应该是很乐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啊 其实我是在想的 你的音乐道路 当初是怎么样开始 谁是你的启蒙嘛 你怎么会对音乐有兴趣呢 其实真的要谢谢妈妈吧 当时候 刚刚考完那个叫什么 就小 小年会考吗 没有那么小 小四分流啊 我这个娘胎 中式 中式 对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要等成绩 然后妈妈跟爸爸都很保护我们 不让我们出去工作 就说你要干嘛 然后就看到把我这样说 这间学校的老师 就是立卫松老师嘛 把我带去学唱歌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他家吗 牛车水 牛车水 小心 对 牛车水 对 OK 牛车水那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了你的音乐道路 对 而且当时我还是他们第一个学生 就他们印象很深刻 就妈妈带着去 然后就这样上 他们还没有教书彦芝之前 先教你 对啊 居然你比书彦芝晚了这么多年才出道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有就 其实也没有想过 想要出这张专辑 因为一向来都是 施松伟松老师的助理 就是从助理开始 嗯 所以都是一直在做幕后啊 然后跟他们学习 然后直到两年前 在一个歌唱比赛 一个双人的歌唱比赛 就认识了这位朋友 他也跟我合唱啊 逃避 就是跟他一起合唱的 白德心 对 他就一直鼓励我讲说 嗯 你一回写歌 然后唱歌 他真的觉得可以继续下去 然后就是磨练 然后就他鼓励一下 然后刚好那个比赛也得了第一 就这样开始 就是觉得说 好我要做 然后身边的音乐的朋友啊 像一些音乐老师 也很支持我 像黄明媛老师 他也帮我编了一首歌 我就全力支持你这样子 我们那次的比赛是在创作部分 还是在歌唱的部分 歌唱 还是全部一起 歌唱的部分 歌唱的部分 等于说第一名 冠军 对 对啊 因为如果说是创作部分 拿第一名的话 你可能对自己唱歌 还没那么有信心 对对对 所以这当中是有点差别的 那既然呢 歌唱的部分拿到第一名 到底我们韦倩歌唱的怎么样呢 我们就来给他听一下 好 因为大家对于你是不熟悉的 OK 也根本就不认识 对 成为你的妹妹 假妹啊 好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幸福的距离》 这首歌不是你创作的 不是 是因为好朋友写给我的 然后也是一位中国的一个写词人 就一起和写了这首歌 OK 《幸福的距离》 到底诠释的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韦倩的演唱 《幸福的距离》 你最近在哪里 美与我自己 他是否不爱你 我愿意想你 只能深藏心里 剩下的是 剩下的是 一点爱你的勇气 而后来的是 你偶封一切 你偶封该的关系 是否拍後 tui 你偶尖下的重要 你偶尖下的重要 一切只能交给你来决定 你偶尖下的重要 这一切只能交给你来决定 我太沉洗了 空荡的阶级 我终于相信 这个幸福的距离 我问我自己 它是否都爱你 我永远想你 只能选择心理 剩下的心 一点爱你的勇气 而换来的事 你偶尔给的欢喜 幸福的距离 该说该谁提 这一切只能交给 你的决定 我在这次里 空荡的阶级 我终于相信 这个幸福的距离 幸福的距离 该说该谁提 这一切只能交给 未来决定 我在这次里 空荡的阶级 我终于相信 这个幸福的距离 终于相信 终于相信 幸福的距离 空荡的阶级 就集合 最爱频道